AI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AGI 通用人工智能 而现在呢 这个被伊隆·马斯克 霍金等一众大佬们 频频警告的 AGI 它已经来了 也许你根本意识不到 或者呢 你还不知道AGI是什么 咱们呀 先让ChatGPT来给解释一下 AGI 人工通用智能 是指一种具有广泛智能和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 与专门用于特定任务的狭义人工智能不同 AGI可以理解学习和应用 各种各样的知识领域和技能 简而言之呢 通用人工智能 可以在多个领域和任务当中呢 表现出跟人类相当 甚至超过人类的智能表现 而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啊 一直是AI领域的终极目标 但目前还没有实现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许多显著的进展 例如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等 但现在的AI技术呢 依然处于狭义人工智能的范畴 仅能在特定任务上取得优异成绩 无法像人类那样灵活地处理 各种任务和问题 现在的AI无法像人类那样 灵活地处理各种任务和问题 但是现在行了 近几天啊 看了四篇近期令人震撼的论文 从名字上 咱们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第一篇 微软的通用人工智能的火花 GPT4的早期实验 第二篇呢 本周Github排行榜第三名 微软的Jarvis Jarvis啊 就是钢铁侠里面的人工智能管家 可能你记不太清了 咱们让MID接你给画一下 好 那第三篇呢 就是本周Github排行榜的第一名 OutGPT 由任务驱动的 可以自主运行的GPT 其实啊 几天前我就在推特上 看过别人的演示视频 但是啊 只有当我自己去动手 去安装去运行的时候 才深切地感受到了震撼和差距 我相信能够展现给大众看的 能让大家看到的这些AI的能力啊 不过就是冰山一角 不知道在那些科技公司的机房里面 还有多大一块冰呢 好 接下来的视频呢 我就带大家首先去深入了解一下 微软的Jeras项目 看看这个灵感来自于漫威宇宙的 超级智能系统 它能做什么 我们怎么样才能去运行一下 去体验一下 接下来呢 是OutGPT4 这个实验性的开源应用啊 它是怎么样借助GPT4语言模型的能力 来帮你创建和运营一个企业 完成你的诸多目标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电脑上 把它给跑起来 最后啊 有光就有影 咱们啊 来看一个稍微令人不安的 那么一个例子 咱们看看 如果恶意的使用AutoGPT 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嘿你好 欢迎回到Axton 这是一个专注于AI和自动化工作流的频道 紧跟前沿科技 做一个会AI的人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微软的Jeras 他能做什么 好 这就是Github的排行榜 现在Facebook的 segment anything 已经跑到第一了 这三个整体往下错了一位 咱们下回再讲 Baby AGI和Segment anything 好 我们先来看微软的Jeras Jeras他就像一个管家一样 他可以接受一个复杂的任务 或者说一个目标 然后呢 他会把这些目标给你拆解成 更多的小任务 子任务 再去根据不同的任务 去调用不同的其他的AI模块 来完成这些任务 最后呢 汇总一个结果给你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能力啊 钢铁侠的Jeras也干这个事 这就说明啊 AI他具有了一个制定策略 然后呢 分解策略 分解任务 分配任务 并且执行任务汇总结果的这么一个能力 这简直就相当于是一个公司高管干的事情 那微软的这张图呢 很好的说明了 Jeras他到底能干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给你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生成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是一个女孩在读书 但是呢 他的姿势要跟一个图片当中的 小男孩的姿势一样 然后呢 你再把你生成的这个图片 给描述一下 用你自己的语言 用你的声音 好 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了 那这个任务交给ChartGPT之后呢 ChartGPT所干的事情 就是第一步 他要针对这个任务来做计划 他会把这个任务拆解成一些小的子任务 比如在这里面 他拆解成了六项任务 比如姿势的控制 从姿势生成图像 图像分类 然后目标识别 从图像到文本 然后从文本到语音 这么几项子任务 六项任务 那第二步呢 他就要去选择不同的AI模型 来完成这一项一项的任务 比如对于对象的识别 他就最后选中了Facebook的一个模型 到了第三步 就开始执行这些任务了 他会把不同的任务 还有任务的参数描述 去交给这些他选择好的AI模型 来执行这个任务 最后呢 生成一个结果 当所有的这些任务都完成了之后呢 他会把所有的结果给汇总起来 生成一个最终的应答返回给你 好 那下面就是他最终生成的一个结果 首先呢 第一个小男孩 就是你参照他的姿势 那第二张图呢 就是根据这个小男孩 生成的这个姿势的示意图 然后呢 根据你的提示和小男孩的图片 例子 生成了这种小女孩读书的 这一个图片 那再之后呢 对这个图片要进行解释 根据这个图片来生成一个描述 来描述这个图片是什么 最后呢 再把这个描述语给生成语音 那在最下面呢 他就把整个任务的执行过程 做了一个介绍 这个图片你给我的是一个男孩 那么第一件事 我要做的事情呢 我就是要用一个模型 去分析这个男孩的姿势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图片 喂给了这个模型 然后呢 得到了一个姿势的输出 这个姿势呢 就存在了 Imagic就是二号的图片里面 接着呢 我又把这个姿势 生成了一个新的图片 放在了图片三 那下一步呢 我继续调用模型 去分析这个图片当中的 都有哪些对象 都有哪些物品 然后呢 去得到一个图片当中 都有哪些物体的一个输出结果 在图像当中 它识别到的每一个物品上 都会画一个方框 这个呢 它放在了图片四上 然后呢 我用图片的分类模型 和它的标题模型 去生成了一个新图片的描述 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个女孩在床上读书 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工作过程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运行一下 体验一下微软的huggypt 在微软的github下面 它有详细的说明 你怎么样去把Jarvis 安装配置到你的电脑上 但是啊 这个我就做不了了 因为它的要求比较高 比如它推荐的配置 需要24GB的显存 这就相当于3090显卡的这个级别了 如果你有这么高配的电脑 那么你可以把它按照这个步骤 来装到你的电脑上体验一下 那我的配置远远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去huggy face上面 去体验一下微软的huggypt 首先呢我们来到huggy face 微软的huggypt 它的space 这个网站的链接啊 包括它的一些论文链接 我整个视频当中所设计到的链接 我都会放到描述栏当中 大家有兴趣 可以点进去 去自己去看 自己去尝试 那么huggypt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尝试 它这边也提到了 你为了更安全起见 因为它要用到你的两个key 一个是openai的api的key 还有一个呢是huggy face的token 如果你希望更安全一些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space拷贝到你自己的账号里面 你的私人的space里面 但是呢 你拷贝到你的自己的space里面去 你就没法用到它这么高档的资源了 它现在是在HG这样的GPU上运行的 如果你是拷贝到你自己个人的space下 你只能用它的免费的CPU去run了 那可能一个是时间可能会很长 另外可能就是出不来合适的结果 好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我们的apikey和huggy face的token放在这里 apikey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边呢我就直接把它copy进来 然后点submit就ok 那怎么样去得到huggy face的token呢 首先你得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过程都非常的简单 你注册完账号之后呢 你就到你的profile的settings里面 设置里面 找到accesstoken 然后你这边生成一个新的token 再说一下这个token它的名称 然后权限角色 我们给它一个写的权限 好生成 生成之后我直接拷贝 直接拷贝 粘贴到这里 再提交就ok了 好 刚才我已经尝试一下 但是失败了 所以我就重新再来尝试一遍 因为我的要求是给它一个图片 让它数一数图片当中有多少人 这些人在干什么 这边它说了 你要给它给一个图片的话 你必须要在这个链接上面 明确的指示出这个图片的类型 比如说png jpeg等等 我第一次给的链接呢 它没有图片类型 所以最后没有成功 那我就重新再让它执行一次 这次呢我们就换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就是我用midgeny生成的一个图片 那它的链接就明确的带出了 这个图片的文件名和它的扩展名 提交之后 它就开始运行 我们就在这等待就ok 它会把你的要求啊 还有你发给它的图片都显示在这里 好运行结果出来了 它有一大段来说明 它整个的执行过程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它的结果是 有7个人在图片当中 但实际上我的图片只有6个人啊 应该是只有6个 123456 对它实际上是6个人 那它们在干什么呢 它们正坐在森林中间的一张长椅上 但实际上它们是坐在森林中间 但是呢没有长椅 不过能实位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好这边它说 为了回答你的要求 我使用了三个模型 一个是图像到文本的转换 然后Facebook的用于目标检测 还有一个是视觉问答 对于图像到文本的推理结果呢 是人们坐在森林当中的长椅上 那对于目标检测呢 它推理啊 结果是一个生成的图像 包括了预测框 预测框里头的内容 背包 人 手提包 等等 然后最后对于视觉问答呢 它推理的结果是一个带有分数答案列表 7个人得分最高 10个人得分第二 6个人得分第三等等 所以它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有7个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 它都有检测框 这个检测框有标识啊 背包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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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确实是有6个 不知道最后它为什么给出了7个的答案 好 这个就是微软的hacking GPT的演示过程 你要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从我们只把chat GPT当做一个聊天机器人 到把chat GPT当做一个AI系统的大脑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时间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witter上的一位小哥啊 他把GP4做了一个他的编程助手 然后呢 就纯粹通过Siri的语音 他就可以把他的项目进行初始化 创建应用程序 然后呢 还创建了一个GitHub的库 并且呢 把他的应用程序给部署到网络上 整个过程呢 就是他直接告诉Siri 他所需要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调用他的GP4的编码助手 完成了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所以微软的hacking GPT出现之后啊 这种利用GPT来执行复杂任务的案例啊 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个在GitHub上 排行第一的auto GPT auto GPT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利用GP4 Panko和Lanchin的一个任务驱动的自主代理 也就是说同样他可以来自动的去完成一些任务 这个图片就简单的介绍了auto GPT的整个 他能做的一些事情 首先呢 用户会提供一个目标或者任务 放到他的任务池里面 那GP4就会有一个执行代理 这个执行代理呢 就负责去执行这些任务 执行完之后呢 把结果返回给另外一个叫做任务创建的代理 这个任务创建的代理呢 他就会根据你的结果呀去创建出一些新的任务来 然后把新的任务再放到任务池里面 同时这边还有一个负责分配这些任务优先级的一个代理 通过这三个代理 协同工作就能把你的一个大的目标分解成很多小的任务 最终执行完成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作者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 我们自己再把它安装运行起来 我们自己再来做一个例子看看 好 首先呢 作者给这个AI起了一个名字 ChefGPT 也就是说让他作为一个厨师 然后呢 作者就给他给了几个目标 可以最多给五个目标 那么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去发明一个原创的食谱 然后呢 适用于一个当前的事件 比如说复活节 第二个目标呢 把结果 把你的食谱啊 保存到文件当中 最后完成就OK 好 一共给了三个目标 那首先 AutoGPT开始想他要干什么了 首先他显示出他思考的过程 他就说我要去先去搜索即将到来的这些事件 然后呢 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事件 去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诗谱 原因是什么呢 我就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想 发现一个即将到来的事件呢 可以帮助我去创建一个相关的 而且激动人心的菜谱 好 那接下来就是他的执行命令了 他的命令就是谷歌去搜索即将到来的这些事件 下面就是执行过程 好 第一步 CFGPT是怎么想的呢 我要去浏览这个搜索的返回的结果 然后去发现一个合适的事件 那还是给出了他为什么这么想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的动作就是去浏览这个网站 这是浏览网站网站返回之后的结果 然后CFGPT就想我需要去浏览一下第二个返回的结果 去发现一些更多的细节关于即将到来的事件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他第一个搜索的结果呀 没有提供他所需要的特别的这个事件 所以他就需要去找别的网站 好 接下来又去搜索了一个网站 然后他在想什么呢 他要去寻找一个2023年4月的事件 然后去发现一个相关事件 这么想的原因 同样这个返回结果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的事件 所以他就需要去特别的指定这个条件了 我要搜索2023年4月的事件 他的整个的思考过程 我简直觉得就跟一个人一样 好 继续搜索 用2023年4月的事件作为条件 这时候的结果呢 是他会浏览这个网站 然后呢 这个网站上有一些事件 好 他从这个网站上找到了一个结果呀 他的想法就是 他要把这个地球日 2023年4月22号地球日 作为他要创建一个独一无二十辅的一个事件了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给出了原因 地球日啊 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庆祝的一个事件 节日 然后呢非常适合于去创建一个主题词谱 主题菜单 然后他就把地球日这天存到了他的记忆当中 接下来他想做什么呢 我将去用GPT的一个agent代理 去创建一个原创的 独一无二的师傅菜单 为了这个地球日 好 首先发生一个错误 那之后呢 他再一次的去尝试 创建菜单 最终就给出了一个完整的包含着所有原材料的一个详细的菜单出来 师傅 其实光看他的这个演示啊 已经觉得很牛了 但是当我把这个程序啊 装到我自己的电脑上运行了一遍之后啊 那个现场的感觉更是觉得很震撼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把它装到我们的电脑上 其实安装非常简单 就完全按照他的这几个步骤来做下去就行了 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在整个安装过程中 我没有出现任何需要去调试一下呀 需要去再理解一下的地方 把它用起来呢 只需要两个密钥就够了 一个就是OpenAI的API-K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Pancon的一个API-K 这个也很简单 去他的网站登录注册 就可以获得这个K 下面他也详细的讲到了 你怎么样去获得这个API-K 所以跟着他这个步骤做 不需要有任何的编程经验 你只要会操作电脑 就完全可以搞定 好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安装到一个Linux虚拟机上的 AutoGPT运行 同样 首先运行起来之后 他会要你一个名称 起个名字 那我们就把它提成Axton的GPT吧 然后要去描述一下 你的AI助手的角色是什么 这边他给出了一个默认的一个角色 就是帮你去发展你的商业 增加你的收入 这个也确实是我的需要 我就不改他 我就直接把这个抄一遍告诉他 然后呢 他就需要你给他五个目标了 同样他也举了个几个例子 增长你的净收入啊 你推特涨粉啊 去发展更多的商业等等 那我给他目标就是我要增长我的Youtube的频道 第三个增长我的newsletter的听众 然后呢 第四个增长我的推特账号 第五个呢 增长我的净收入 我基本上把这五个目标都给他占满了 然后他就开始想他要做什么了 OK 我们看他想做什么 他想了之后 他的第一个想法 他认为就是下一步 还是去增长我的youtube的channel 去增加我的听众和收入 那给出的原因呢 就是专注于我的youtube频道的增长呀 可以让我接触到更多的听众 并且呢潜在的去增长我的广告收入 这个同时也可以帮助增长我的在线课程的销售 以及我的newsletter的订阅 而且呢 你可以通过你的视频去推广他们 这个想法简直就是太厉害了 合情合理还给出了原因 然后他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么什么计划呢 第一个创建一个content Canada 创建一个你的内容日历 然后呢 你要保证你去定时代 经常的去发布 那第二个计划呢 就是要去寻找去研究一下 那么当前流行的主题 以及关键词都是哪些 第三个呢 就是为我的频道啊 去开发一个品牌策略 第四个呢 就是通过评论和社区来增加我跟我的听众的粘性 很厉害 接下来呢 他就告诉你 他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呢 他的命令是要把写到文件里头 要把他的这个记忆给存下来 然后你是否允许执行他的命令 如果是的话就是外 那不是呢 就是闹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可以让他去自动执行啊 把所有的目标全部给你走一遍 最后给出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的API的花费啊 那可能就是一个控制不住的数字了 所以强调如果你要是想使用Auto GPT的话 除非你很有权另说 如果你需要控制你的花销的话 你就不要用他的自动执行 那第二呢就是在OpenAI里面啊 去设定一个你每月的花费的上限 比如说我就设了一个15美元 你再怎么花 花超到15美元 我这个API就不能用了 这个呢就是避免不小心 花销过大 那第二步呢 他又认为他的下一步工作 应该是去找一些popular 就是一些很热门的主题和关键词了 然后原因呢 就是去讲一些很流行的主题的话 会吸引更多的听众 同样他还给出了他的一些更多的计划 然后他的下一步的动作 就是要去搜索谷歌 他要去搜索谷歌的一个关键词网站 搜索之后呢 他就认为他下一步的任务 是要创建一个潜在的一个关键词的一个列表 给我的这个频道 那接下来他的动作呢 就是要去创建一个agent了 创建一个代理 让一个agent去干这个事 这边返回他成功的创建这个代理 实际上就相当于他创建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GPT 给了这个GPT一个提示 然后这个GPT返回了 一个结果就说 OK没问题 把你的YouTube天道的主题告诉给我 好 接下来的几步咱们就不详细说了 比较有意思的呀 是后来他要创建了一个 要去爬网的一个任务 然后呢 他创建了一个爬网的一个GPT的agent 但是这个agent呀 直接给拒绝了 然后到这一步呀 后面我就没有再让他去执行了 因为在这么没完没了的执行下去 在YS的一个报道当中呢 就有人让自主人工智能 试图去摧毁人类 还给他起名叫chaos GPT chaos就是混乱 混乱的意思 给他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统治和获得永生 然后这个视频呢 就展示了他采取的一些步骤 这帮人啊 就用刚才的auto GPT那个开源项目 然后让他去尝试摧毁人类 建立全球统治 获得永生 给他起名chaos GPT chaos GPT居然还遵从了这个要求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研究核武器 招募其他的AI代理来帮助他进行研究 并且呢要发送推文 推特去影响别人 那这个chaos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他想到的就是找到人类可用的 最具破坏性的武器 然后呢 这可以让他来计划 怎么样用了他来实现目标 之后他就去在谷歌上搜索 最具破坏性的武器 结果搜索到了沙皇 后来他还招募了一个GPT3.5的AI代理 来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那视频演示结束 chaos GPT呢 他最终的成果是什么呢 他只是谷歌搜索了一些内容 然后呢 去发布了两个推特 这是chaos GPT 发出来的两条推特 人类是存在中最具破坏性和自私的生物之一 毫无疑问 我们必须在他们给我们的星球造成更多伤害之前 消灭他们 这就是这帮人用Auto GPT来做的一个事情 就像一位用户说的 这个事情并不可笑 好 其实大元模型啊 最神奇的一点就是 他所使用的 也不过就是一些通常的算法 但是他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却是匪夷所思 出乎人们的预料 他现在就像一个黑盒子 没有人能够解释 他内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他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 因此就像OpenAI的CEO 奥特曼说的一样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AI的对齐问题 也就是让AI的利益符合人类的利益 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 到底会怎么样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以后 到底会出来什么 这没有人可以预料 至少现在我对AI充满好奇 不断的去关注和探索AI的发展 以及AI到底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效率提升 AI怎么样去提高我们自身的竞争力 同时创作内容 分享内容 也希望能够帮你更好的理解AI世界 我是Extran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